落马半年后 66岁的老虎张晓沛今天被开除党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通报用词很坚决 吉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 副主席张晓沛违背组织原则 卖官欲决 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巨额利益 大搞权钱交易 还大肆打探案情 干预执继执法工作 算上张晓沛在内 吉林省连续四任市委书记相继落马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通报中特别提到 张晓沛是党的二十大之后 首个主动投案的中管干部 落马时已经退休近五年 心存侥幸无出路 直面问题才是正道 党的二十大以来 已经有至少14名 涉嫌严重违继违法的领导干部 主动投案 另据公开数据显示 过去五年多来 已有八万多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 2020年以来 有超过21.6万元主动交代问题 这一现象的背后 是全面从严治党 十年磨一剑 持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所带来的强大震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